小风,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逛逛街啊 没什么东西好逛的 我随便逛逛 吃东西啊? 我们正好在卖那个烧仙草 不可以送的,要买的,好不好 还有小红豆大红豆 很多很多东西,还8块钱 8块钱啊? 对啊,怎么样 你今天没有朋友来啊,你可以一起买给他们 朋友,算了,就我一个人吃吧 你就直接吃了,要付钱呢 8块钱是吧? 对,去里面付钱 尝一下尝一下,有什么香吧? 因为仙草,它是这个熬出来的嘛 那不用上去 要付钱,要付钱的好不好 不能白吃的好不好 都自己人嘛 虽然说我们也认识十多年了,但是这个价钱还是要 我知道了,这个卖东西是比赛的 不能让你们输给他们 好歹长小风也是参加过 我们这个吃变上海探节目的啊 那边有一个 小姐,红豆鱼圆汤 有没有喝过? 你看这么冷的天,喝完我就要好冷 真的 这个好像是马路嘛 是是是 你看,难得遇到一个这么支持我的朋友 那 那这杯你就忍心让他买了 麻烦先帮我打一下 好好好 这才是真正的支持嘛 你这不用我送吗? 不用啦,这杯先我买 然后到时候再送 到时候再送 对对对 我来看你音乐剧的时候 三百特别 红豆鱼圆汤 就你们隔壁做的好像是招牌啊 怎么样支持一下 买一杯尝尝啊 天很冷啊 好不好 六块一杯 可以的 那我这有两杯 你看你是买两杯 真的 太好了 两杯 很好算 二六一十二 十二块钱 谢谢 现在给,给现金最好啊 我们这不能刷卡也不能给支票 再给个特写 太帅了 哇,真的好多甜料啊 哎呀,老板 这是两杯奥 刚刚隔壁那个外卖的那个 钱还没收回来 等下帮你收一下 他们去拿零钱过来 我们超出业之了 你看我们又开始新的一轮了 所以其实我们就算输了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这回轮很有 很有意义 这么冷的天 然后我们送完这么温暖的 红豆鱼圆汤 对啊 那这里有一家 有一家 这是什么 哎,台湾古早人 他们是泡茶的 泡茶其实再喝点这个也不错啊 会不会竞争啊 呃,我们 应该不会吧 不能再说吧 我看到他们好像 还没装修好吧 哦,开业了已经 那我们可以进去吗 想问一下 你们现在是在忙吗 不忙对吧 我就知道你们不忙 你们冷吗 还是有点冷 我知道你们冷 我就是里面有一点冷 啊,太冷了 空调是冷气啊 对啊,所以很冷啊 对不对 你说的话也蛮冷的啊 对,有点冷有点冷 我们现在是这样 手上有两倍非常热乎的烧仙草 然后是综合的烧仙草 里面的东西呢 也是对女孩子来说 呃,皮肤也好 对对对 然后各方面都有很多好处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吃起来很暖和 想问一下你们用不愿意来 花八块钱买一下这样 对啊,我们尽量去吃的 没有想到很顺利 杨子又推销出了两杯 哎,等一下,等他们过来 再说 不能在马路中间 太危险了 六块钱不值得 哎,我们今天 我跟那个马路啊 我们两个人要 我们就要吃这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 对 我看出来你要吃了 所以给你送过来了 他以前是摆摊子 摆在路边摊 然后我找不到他 我一路一路走 我跟你说 今天因为我们在比赛了 那一组在卖烧仙草 我们在卖这个 好啊 支持一下 好不好小朋友 两杯十二块 不好意思啊 我从来不 从来说不出口的 你推销很久了 你推销这种东西 推销很久了 哎,是的 每次他们都让我推销这个 你知道啊 你怎么老每次做这种事情 哎,就是 哎,为什么我们每次都做这种事情 万恶的编导 太过分了 你看 观众都已经有意见了 最后在十分钟时间内 阿南队和羊子队各推销出了七杯 不过阿南和马路用的时间比较少 好 真的吗 咱们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 非常好玩 对不对 那么就足够了 今天同时我们在这条马路上 帮大家找到一些好吃的东西 希望我们的这个穿鲜引线 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美食资讯 好,吃鲜鲜鱼蛋 下次再见 拜拜